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球员也会被区别对待 会有不同的规定 超级巨星会得到其他人享受不到的特殊待遇 而作为一个纯粹的篮球人 阿里扎很不开心 却不得不忍气吞声 哈登如果若为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火箭队内部的情况 也许就不像我们了解的那样和谐了 看来在球队中一些巨星球员的特殊待遇的确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虽说在任何一支NBA球队中除了马刺 明星球员享受一些特殊待遇都是大家默认的事情 但如今的火箭队正处于冲冠的关键时刻 球队的团结氛围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连吃个饭都要分上个三六九等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理啊 作为一支球队 一个整体 大家就不能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吃顿饭吗 必须要把自己的优越感体现到机制 展现到方方面面吗 我希望若为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最起码是不全面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火箭队一定是一个无比团结的大家庭 因此他们上赛季才会齐心协力的一路杀到了西部决赛 但如果事情发展的方向与你我想象的不同 那么这次媒体的曝光很可能会影响到球队内部的气氛 从而影响到球队下赛季的征程 保罗究竟是真是假 我们都只能是静观其变了 也许火箭队会立刻作出回应 也说不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